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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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Janice 平時自己 例如你不用做的事 你有否說自己 你偏向怎樣穿衣服多 穿衣服多? 看心情 因為我沒有固定造型 或者Style給自己 我自己都喜歡 嘗試多不同的變化 有時可能喜歡酷一點 但有時都喜歡舒服為主 所以其實都是很提心情的 但通常你會花多長時間 才會出門口呢? 嘩 這是一個難題 因為我平時現在放假都很喜歡 舒服為主 最重要是讓皮膚休息一下 不用化妝 平時工作已經很多時間 需要裝扮 所以反而平時現在 是真的喜歡舒服為主 有時你可能Styling上 你幫自己去想 你會不會有時都會幫老公想 他現在全部的look 都是我幫他搞的 現在我不是只負責我自己 我現在是要兼顧 兼顧他的所有服裝上面 他的打扮方面 其實他自己都不太喜歡搭衣服 所以都是我幫他搭 即是有時連買 你直接帶他出去 你自己已經知道尺寸 幫他買完 選好了 我想應該是 他已經好像習慣了 有人幫他搭衣服 一套一套的衣服 他自己都難得想 而且他自己都不太喜歡 花時間他有太多喜歡 要怎樣搭 所以其實都習慣了我幫他搞 另外剛剛那幾年 你就努力在拍攝上 未來做人大計 是不是都開始如火如蠔進行當中 我其實一直都沒有很 真的要為這件事是一個壓力 我一直都很隨心隨緣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上天安排 給我們的禮物 所以其實我們大家又沒有太多壓力去進行 你有沒有說要養好生子 養好生子 我想應該要調理一下 因為這陣子太忙了 真的都病過幾次 而且這陣子很多人感冒 也真的要養一下 確實要養一下 但自己平衡一下 因為有時大家都知道要做事 忙著上來其實都沒有辦法 儘量兩邊都兼顧 但有時工作上 假設你接下來想著去做人 但有個角色需要你很多動作 打得很厲害 那就要再協調了 不用想太多 這些算是橋頭自然直 我想我喜歡的劇本 我一定會先工作 然後才是想角色為主 但萬一有任何驚喜 那就再算吧